冰火雪山 踏着零箭 欲见飞行的红色鸟铃与冰原之上的水使莱姆沉默对视 旁边 十一 重重 餐宝宝都拿着瓜子 吃瓜起来 并看向了十宇 十分怀疑有内幕 我就喜欢看女人打架 不是 十宇站在远处 公平 公正地看着战场 才没有什么内幕 都是随机的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第一届队内大赛 第一站 赤童 VS 速速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宁 咪 两只宠兽都立刻点了点头 表示准备好了 友谊第二 比赛第一 他们懂 转瞬间 战斗拉开帷幕 轰龙 一道震耳欲聋的响声 立刻传遍冰原 随着巨大的动静 天空之上 瞬息出现了乌云 倾盆大雨落下 天空漆黑一片 翻滚的雨云间 隐约还能看呼风唤雨的龙王虚影 水龙弹 其雨的组合傲义 龙降雨 此时 降下的倾盆大雨 每一滴水滴内都仿佛压缩一条水龙 每一滴水滴强度都十分坚硬 每一滴水滴的降落速度都无比迅速 这些水滴 就像高速发射的子弹一般 向着冰原无差别落去 宛如陨石雨降临 虫虫 肚肚 是龙王喷水 十一 参宝宝等宠兽都直直点点起来 没想到 刚刚完成加点的速速 就已经开始研究奥义了 这一招 看似攻势很猛 打击范围很大 但其实消耗并不大 主要是通过其雨借助了自然之力 同时 随着周围水元素凝聚起来 速速还可以通过水元素掌控和无限吞噬吞回来重新利用 赤童 肚肚 见到速速不打招呼就攻击 赤童顿食一惊 不过 他也不是吃素的 这种看起来根本不怎么厉害的奥义 不值一提 他随手可破 如果不算重重的瞬间移动 在十语队伍内 比速度 赤童是第一 就算算上瞬间移动 那重重也只是顺时速度更快 论持久的速度 还是赤童更胜一筹 高阶级 光炎剑 刷 一瞬间 赤童已在蓄能光束带动下提升至熟炼级的扬炎技能为能源 发动了满极光炎剑 自身化为一道不可视的剑光 朝着速速的本体杀去 这一抹剑光无比快速 哪怕速速有超视力 都难以捕捉 在雨水降下之前 赤童就距离速速只有一步之遥 攻击瞬息而至 哗啦 速速一惊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还好自动防御的守护之水技能救了它一次 化为水目挡下了光炎剑 不过即使如此 双方间还是爆发了剧烈的能量波动 产生了大爆炸 将赤童和速速共同弹飞出去 然而 这种非正面的雨波伤害 对于有着再生之炎的赤童和有着水之再生的速速 伤害都是可以忽视的 与此同时 无数雨水彻底降下 此时 赤童身上萦绕着扬炎 这些雨水还没接触赤童 就全部因为高温而蒸发 不过这也并不能让其雨无效化 随着水滴化为高温 水滴顿时性质转化 变成高温蒸汽然后产生蒸汽爆炸 轰隆隆 一瞬间 接连不断地爆炸在赤童旁边触发 剑撞 速速露出欣喜表情 不过下一刻 他表情顿时一变 咪 烦死了 只见赤童暂时无视了伤害 硬扛着一边恢复自身 一边分出无数把弥漫扬言的剑灵 悬绕当空 随之 无数的分身 又开始通过附体技能互相重叠而起 附体 分身的最终傲益 万剑归一 轰 万剑归一后 恐怖的气息从赤童本体迸发 无数分身的属性通过附体技能超越极限的叠加于一身 顿时让赤童的力量达到极为恐怖的地步 它朝着天空挥出一剑 灵力无匹的剑压由体而生 静气四散弥漫 无数历剑狂风暴雨般的飞卷 漫天飞舞 剑势如网 灵力无匹 微微奇观 顷刻漫天水滴烟消云散 乌云破了一个大洞 其内遨游的龙王身躯被一分为二 这一刻 赤童的能量值 接近了千万级别 虽都是奥义 但是赤童的万剑归一 相比速速的龙降雨 效果要更为强力 所谓组合奥义 并非单纯只看技能熟练度和技能等级 还要看技能搭配后的效果 万剑归一 显然就是超级爆发剂 当然 这种状态 赤童也无法持久 趁着负荷越来越大 它直接再次发动光炎剑 化为一束剑光 这一次 剑光之速 不仅彻底无法让速速的出神入化及超视力捕捉 更是连守护之水都没来得及自动防御 一剑穿刺到速速身上 轰的一下 速速被干碎了 凝 蒸汽散去后 速速泛起圈圈眼 身躯碎的和拳头差不多 昏睡了过去 此时无数剑光浮于速速头上 表示能随时补刀 队内比赛 大家之根之底 不可能给你恢复时间的 一阵的沉默后 十一 重重 参宝宝看向了赤童 这个奥义 果然强啊 时宇沉默了一下后 道 第一战胜利者 赤童 咪 天空中 赤童欣喜地叫起 好耶 宁 速速则是晕呼呼的 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属性克制赤童 却打不过 这 这不科学 两边都不错 下次继续努力 时宇笑着摇头 速速的战斗经验明显不足 由于这段时间都在加点 所以他也没多少时间自主训练 开发强力的组合奥义 所以战斗力方面 距离跟着十一他们特训了好久 并且有自己量身定制奥义的赤童 他们还是差了一点 赤童的万剑归一和队内最强速的优势的确无解 但速速如果将刚刚提升满的技能全部组合成适配奥义后 未必不能一战 总的来说 未来可期 接下来速速的提升方向 应该是和十一 虫虫 参宝宝 赤童他们一样 开发更强更契合自己的组合奥义 很快 速速被拖下去吃果子休息了 泪汪汪 气呼呼的看着场地上的赤童 时宇笑呵呵的道 那继续吧 十场的对战顺序 都已经抽好了 赤童 你也过来休息 下场还是你 咪 还说没内幕 放心 让休息好的 真的是系统随机的 第二场对内战 由恢复过来的赤童 对决重重 重重不敢马虎 但也不拒 如果说 除了十余外 谁对队伍内每一只宠受最了解 那非重重莫属了 给十一他们进行训练抑制时候 重重都通过道梦道取了他们的幻影模板 虽然幻影模板不如本尊厉害 但也能让重重对每一个队友有着足够深的了解了 战斗一开始 赤童还是故技重施 使用速攻战法 光炎剑乱砍 咪咪咪 幻影剑五 不过 速速反应不过来的技能 不代表重重反应不过来 同样的超势力 由精神系虫虫使用 效果肯定比水系速速更好 嗡 虫虫通过瞬间移动离开了对方技能的攻击范围 吼 一击躲过 虫虫立刻进入了空想之龙状态 获得了龙族的各项素质 综合属性一下子超越了赤童 并且幻化出来了一条神龙躯体 包裹在蝴蝶身躯外部 使用了自身最强奥义化龙点睛 向着赤童撞去 在强大的属性以及念力加速下 这一刻 虫虫的化龙点睛奥义速度 超越了光眼见 力量更是远远超过赤童 随着眼前蓝光一闪 赤童被逼无奈 只能继续进入万剑皈依状态 打算凭借更强的属性 与虫虫硬碰硬 轰 赤童再次万剑叠身 此时此刻 赤童的力量和速度 随着奥义爆发 再次超越虫虫 当然 赤童这个副作用更大 两者接连爆发 看得观战的速速瞪着大眼镜 好强好强 十一和参宝报则是沉默地看着 不断收集资料 分析情报 不出意外 化龙点睛的虫虫和万剑皈依的赤童 直接碰撞 剧烈地波动传出 其中 赤童占据优势 刺穿了神龙 然而 此时虫虫本身 却是丝毫没有受伤 消耗也没有多大 因为处于神龙幻影体内 他直接开启了空影状态 可以无视一切非空间系伤害 而赤童 又根本没有破解空影技能的手段 所以 基本就是相当于 虫虫以最小代价 让赤童付出了最大代价 咪 随着自己遭受万剑皈依反噬 并承受化龙点睛的正面伤害 消耗超负荷 赤童看着进入空影的虫虫 大喊作弊 耍赖 然后快速解除了附体 略略略虫虫才不管这么多 继续故技虫师 进入空想之龙状态 具现出化龙点睛 这一次 赤童学乖了 没有爆发出比虫虫更强的力量 只是持平就好 打算凭借强续航战胜虫虫 虫虫 可惜 这一次虫虫也不打算硬碰硬了 在双方即将碰撞的瞬间 虫虫连带技能消失在了这个空间 让赤童扑了个空 很显然 虫虫带着技能一起进行了瞬间移动 随之 瞬息从赤童后方出现 才不跟对方以伤换伤 依照将赤童从天际砸向地面 咪 战术方面 虫虫全程压制了赤童 不久后 两者的战斗 没有悬念的油泪的不轻的虫虫取得了胜利 不仅身体累 老是要算计赤童 大脑也挺累 对于这一战 一切还在时雨的预料之内 而这一回 幻成被拖回来抢救的赤童累汪汪 气呼呼地看着虫虫了 宁宁宁 看到轻松战胜自己的赤童姐姐败了 速速有点伤心 倒不是替赤童可惜 等量带换一下 岂不是代表 他很弱 第三场对内战 虫虫 VS11 恩 你们加油 随着时雨笑呵呵公布下一场名单 虫虫神情一速 鹰 十一盯着虫虫 但表情还算平静 小大熊猫魔拳擦掌 目中有光 来吧 虫虫 让我检验检验你的训练成果 虫虫沉默 没想到这么快就和领袖对上了 自己可否 战胜领袖 一压 参宝宝也表情严肃起来 很想知道这一战的结果 在他看来 对他威胁最大的两个 就是十一和虫虫了 咪 宁 正在休息的赤童 给十一加油起来 希望他能暴揍阴险狡诈的虫虫 而速速 则是沉默起来 不断分析 稍加思索后 判定自己 可能要垫底 战斗一开始 十一就爆发出来了权力 巨化到了十几米 并且锋芒爆发 能量值翻倍 与此同时 重重也通过虚实幻影 空降领域 巨献起龙神谷 创造起地利 但是下一刻 轰隆 重重巨献出来用于强化自己的空降领域 直接被巨化到十几米姿态 净化为九离战兽的十一双必一阵 化为粉碎 超阶技能 震空 专打空间系 轰隆隆 空间彻底碎裂 虫虫 排山倒海的力量 向着周围传递 甚至让虫虫不敢瞬间移动 不敢空隐 这两个技能在震空面前 就是去送 它只能维持空降之龙状态 试图和十一硬碰硬 然而 虫虫的最强傲异化龙点睛 化为一束光状像十一后 结果 却让参宝宝 素素 赤同他们含泪无嘴 哼 神龙幻影像是撞上了一面无法破碎的铜墙铁壁 只有声响 不见裂痕 咚的一声 虫虫自己被反作用力撞得七荤八素 随之被继续巨化的十一双必爆起 哪怕是进入了空降之龙状态 面对巨大身躯上占满了豆豆熊 进入军团纪固若金汤状态的十一 虫虫竟然也无法破防 虫虫 突 曹明草 什么鬼防御力啊 甚至虫虫怀疑 就算是赤同全力爆发的一剑 也破不了十一的军团防御剂 轰隆隆 下一刻 天雷落下 天雷洗地下 被十一抱着的重重不出意外的被十一劈碎了 健壮 赤同 素素表情凝重到了极致 参宝宝更是严肃万分 不过 他的爆发 比重重更强 破碎固若金汤 应该不成问题 不愧是十一 十语笑呵呵的 第四场 素素 V S 参宝宝 第四场对这名单终于公布 素素忌惮上场 面对这位干碎了两尊霸主的队内大佬 素素认为他比十一还有威胁 主要是时间果实太Bug了 甚至能将战斗力提升至霸主级 这怎么打 参宝 淡定 虽然素素是霸主意志的小妹妹 但是霸主意志可不是战斗力 不然 沧海精灵转身体也不至于三千年间挂了无数次了 霸主意志 只有那种生死绝境时 才有几率发挥功效 让宠兽爆发潜能 或是突破 这种和平的队内赛 基本就是白板 为了照顾刚入队 不知队内前辈险恶的小妹妹 参宝宝连时间果实都没用 轰隆隆 刚一开局 参宝宝旁边的冰原便裂开 无数树木缠绕上她的身躯 很快 参宝宝的身影就消失 被巨树吞没 代替她的 是一个高达树米的巨树 一个弥漫着土褐色颜色 长着手臂的巨树 参宝宝一开局 就用植物掌控 兼化创造一颗坚硬巨树 自身潜入其中 保护好本体 毕竟 她的本体 是真的脆弱 对付路人或许不用太在意 但对付队内这群技能拉满 破坏力爆表的队友 还是安全起见比较好 此时 见到参宝宝这么狗 速速一愣 植物类宠兽中 速度拉胯的宠兽有很多很多 参宝宝的速度本来就够拉胯的了 现在看到参宝宝变成这个模样 看来是彻底放弃了这方面的想法了 打算全堆防御 健壮 刚刚被赤童用速度蹂躏的速速心中一松 不过很快 她哭了 真正意义上明白了什么叫人间险恶 她的各种水系技能攻击像靶子参宝宝 直接没有激起半点连衣 全被巨树吸入旗内 一压 反速速能量果 巨树内 参宝宝控制着巨树吸收水元素之力 化为树上能量果的养分 这波 才是属性克制 轰隆隆 紧接着 巨树的大手 将月暴增幅的能量果 齐齐头向速速 速速 4场了啊 随着速速再次战败归来 时宇看起对阵列表 此时 速速十分郁闷 因为她已经连败两场了 不过对于拥有霸主意志的速速来说 这些战败 不仅不会起到反作用 反而还会大大增强她的好胜心 是好事 没办法 队伍内就是这么残酷 哪怕是沧海精灵这种强大半神的转身体 也不能稳拿第一 当然 目前速速还没接受沧海精灵传承 接受后 对战情况怎么样 就不知道了 一压 轻松战胜了沧海精灵转身体 参宝宝此时很振奋 而十一 重重他们 则在说参宝宝阴险 会吸水的果实是什么鬼 虽然说木系克制水系 但也不能这么搞啊 蓄水参宝宝 这让水系怎么玩 一压 参宝宝觉得 重重这个空间系 没资格说自己阴险 但这也是被逼的 没办法 队伍内太倦了 她不得不研究反重重 反速速 反十一 反视同能量过啊 第五场 参宝宝你继续 对决十一 眼下 时雨攻不起第五场 参宝宝 十一 第五场 参宝宝 V.S.十一 随着时雨化落 请客 周围顿时安静 一 应 这一战 让所有宠兽表情都严肃了起来 拥有时间果实 可以临时发出霸主一击 曾干碎了两尊霸主的参宝宝 以及对内领袖十一 究竟谁更胜一筹 十一一直是重重 参宝宝的精神领袖 是他们一直想超越的目标 眼下 终于等到和十一正式碰撞的机会 参宝宝深呼吸一口气 终于等到了 来吧 一 领袖 这次 我要赢 如今的我 已经无敌 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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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面前 没有谁是无敌的 十一目光坚定 双方气氛 凝重到了极致 虫虫 赤铜 速速都淹了口口水 休息过后 参宝宝和十一 在冰原上要相互注视 一 在 银银银 站罢 战斗一开始,轰隆,参宝宝依然是那个套路,先创造巨数保护自身 不过,等参宝宝反应过来,直接傻眼了 只见十一凭借不逊色赤铜的光颜件速度多少的电磁飞行 转头就跑,飞上天空,一瞬间,逃得之剩下一个黑点 如果不是参宝宝也有超视力,还真看不见了 地面上的参宝宝?这是干嘛? 还不等参宝宝反应过来,十一已经在高空中完成爆发 双臂张开,和参宝宝拉开距离后,无数的电磁炮从空中发射 展现出了和重重对战时截然不同的战术风格 空中火力轰炸,电磁加速,越加越爽,吃我超电磁炮 地面上的参宝宝,超视力锁定下,附魔了引雷,破空效果的硬化炮弹 被十一的电磁之力加速发射向参宝宝 在知道参宝宝很能炸的情况下,十一非常机灵,才不拒大化给参宝宝当靶子 反而,直接飞到了参宝宝难以触及的高度,进行攻击 有本事你把果子扔到这么高啊,你扔啊,看看是先扔到,还是我先轰炸 餐宝宝,W,W 领袖,你变了 你不是最喜欢巨大化然后拳拳到肉暴力碾压的吗? 轰隆隆 等待迷茫的餐宝宝的,是无穷的电磁炮 当然,700万加常态能量值的餐宝宝也不是吃素的 面色一变后,立刻操控无数歼化巨数抵挡 轰 无数数还升起 然而,无数巨数还是抵挡不了锋芒状态的十一的轰炸 由电磁之力加速过来的硬化镇空炮弹破坏力太强了 随着漫天数海快速崩溃 无奈之下,参宝宝被迫转换石坚果实之力 不过,他不敢过多转换 只是把能量值提升到了一千多万 这样他还能维持一会儿 如果一瞬间提升到霸主 只是一击,估计他就要倒下 如果不能秒掉十一,输的就是自己 接下来,参宝宝终于可以完成防御了 不过由于十一占据了制空权 就是不肯跟参宝宝接近 始终保持安全距离 参宝宝也只能被迫防御 他此时唯一能打中十一的招式 蓄能光束 根本无法破防十一的军团防御剂 固若金汤 十一的痘痘熊技能 已经在分身的带动下 来到了熟练级 召唤出的这么多痘痘熊一起使用固若金汤 哪怕参宝宝的攻击力此时比十一高 还是破不了防 这就是军团技的强大 很快,双方之间 演变成为了消耗战 参宝宝有大地连锁 蓄能光束进行恢复 十一有蓄能闪电可以配合引雷使用来恢复体能 不过,因为场地原因 冰原上不能很好让参宝宝凭借大地连锁恢复体能 蓄能光束想吸收阳光之力 也因为十一的引雷技能引来的乌云 导致阳光被遮盖 这也就造成 很快参宝宝就被十一拖垮 被不按套路出牌 更改战术风格的十一逼到了绝境 咦呀呀呀 参宝宝那个一个气恼啊 最终,参宝宝孤注一掷 决定更大限度激活时间果实力量 将实力提升到霸主级 发挥出霸主一击 哗啦啦 庞大的能量只开始在参宝宝体内提升 2000W,3000W 在统领级时 提升到霸主级 代价是死亡 但是如今参宝宝突破到了君王级 再提升到霸主级 副作用就小了很多了 差不多能让他发出霸主一击 只是筋疲力尽而已 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霸主一击 参宝宝自信是可以击碎固若金汤 秒杀十一的 一,我是无敌的 然而,参宝宝却不知道 十一始终在通过超视力锁定自己 当参宝宝体内能量值开始猛烈提升时 十一一眼就发觉了问题 鹰鹰鹰 谁在称无敌 哪个敢言不败 双引号 随后,转头就跑 只留下了刚刚把实力提升上来的 参宝宝留在原地 找不到攻击对象而陷入了沉思 参宝宝 这场战斗的结果 不出意外 是十一用风筝战术 成功把参宝宝脱下了水 让他凭借时间果实的副作用 把自己累倒 你很强 但我不跟你打 反正又没有场地限制 就凭参宝宝的夜之意 哪怕霸主急了 也不可能追上将自己电磁发射出去的十一 第五场 十一胜 全场沉默过后 十一宣布道 参宝宝 at 十一 三三 我也是会战术搭 赤铜 重重 这不像领袖 冰冰龙之刃就挺好 速速则表示 最好换个场地 换成海洋战场 一时间 重重受议论纷纷 大约是一天后 又进行了五场战斗 一共十场战斗结束 第一届队内大会圆满落幕 最终排名 从弱到强 如下所示 第五名 沧海精灵转身体 速速 先是在和赤童的姐妹局被干碎 后是被参宝宝的反速速能量果血客 随后 遇到的重重 更是不讲理 重重直接把参宝宝具现化出来 瞬间移动到了速速身边 速速速度也不快 防御也不强 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就被炸碎 再次被参宝宝血客 至于遇到十一那一局 虽然速速拥有满级雷电抗性 但是十一的主属性 是惊喜 结果不言而喻 被一道巨大阵空手掌镇压 拍碎 没办法 哪怕不主动攻击 十一战折让速速打 只要开了军团计 速速也不一定能赢 十与队伍内 单打规则下 目前只有参宝宝可以通过时间果实破防十一的军团防御计 速速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无能为力 大会结束 速速彻底自闭 连队内赛都垫底 还怎么守护大海啊 十余给出的评价是 加油 就算是能守护大海后 都不一定能对内赛冠军 速速 人画 第四名 木灰阴英英灵 赤童 他只战胜了速速 随后 先是被重重用空间系折磨输掉 紧接着 就遇到了参宝宝 一开始 赤童也想学十一用风筝战法打败参宝宝来着 何况他还刻参宝宝 但是 赤童的续航和攻击力度以及防御力明显没有十一强 十一几乎是无短板的强 这也就导致赤童在学习十一的战术的情况下 直接让参宝宝的续能光束击落 然后干碎 最后 遇到十一的那一局 赤童也佛系了 攻击几次无法破防后 直接被反手镇压 其次 参宝宝 虽然参宝宝在称无敌 但是 除了打赢了赤童和速速 还是没能打赢十一和重重 当然 也没输给重重 双方打了平局 根本不分胜负 打了三个小时没分出胜负 十一就喊平了 重重选择的战术 也跟十一差不多 没办法 这是对付飞不利索 不擅长空战的参宝宝的最好的战术了 虽然参宝宝提前通过变异果技能攒好了空间系的变异之力 随时能制造反重重能量果 但面对不肯正面硬碰硬 躲在高空的重重 他根本没有有效的发射果实的手段 用竖条扔 也根本扔不高 扔不快啊 轻轻松松就能被重重顺移躲开 唯一能攻击到高空的蓄能光束 还被空影克制 活面对十一的固若金汤情况差不多 不过重重也拿参宝宝没办法 面对狗起来不肯自废武功提升到霸主级的参宝宝 他也没有很好的攻击手段 巨线十一 巨线冰龙 巨线参宝宝炸弹瞬间移动到参宝宝本体旁边 都被参宝宝一一破解 毕竟巨线出来的肯定不如本尊强 哪怕参宝宝幻影自爆 也没能炸倒用了部分时间果实之力提升到千万级能量值 且有续航能力的参宝宝 两者倔强地大战了三个小时 都希望得到第二的位置 不想成为老三 继续下去 或许能分出胜负 但时宇看累了 直接喊停 第二日的晚上 月明星夕 随着队内大会彻底结束 每一只宠兽都有所不甘 队内排名 十一 重重斜杠参宝宝 赤童 素素 哪怕是拿了第一的十一 也有点可惜 因为觉得自己赢得不光彩 重重和参宝宝同为第二 他要是也能和打重重一样 正面把参宝宝干碎就圆满了 也多亏了这次没限制场地范围 不然 他和重重 恐怕都得被参宝宝干碎 十一作为时与队伍内属性最综合 抄接种族技能最多的宠兽 第一当之无愧 强大的体魄 充足的续航 无人能破防的军团防御剂 以及金 雷都是强大的攻击属性 分配近乎完美 重重则是凭借对每一个队友的了解 以最弱的种族属性 以及强大的种族技能和战术安排 战胜 战平了其他队友 虫虫的确不容易 如果不算主动技能带来的提升 单纯把生命力 能量值 体魄划分成宠兽种族属性的三维 那么十一的三维 应该是生命力 中 能量值 中 体魄 极高 赤童 速速的三维 是生命力 高 能量值 中 体魄 中 参宝宝的三维 则是生命力 极高 能量值 极高 体魄 极低 至于重重的三维 则是生命力 极低 能量值 中 体魄 极低 大写一个惨 所以重重能走到这一步 还真不容易 多亏了空间系的诡异 以及他的空间系技能 没有参宝宝的时间系技能 那么大副作用 虽然说 限定了场地的话 他有可能打不过参宝宝 但是重重也还没带装备 如果能带上一剑八级 九级龙系资源 他的提升 不见得比时间果实要小 毕竟时间果实作为高阶技能 神话种族潜力不出的情况下 提升的上限就是把宠兽的实力提升到霸主级 而有着最高种族属性的参宝宝并列第二 石鱼也没意外 他属性是真的强 不过可惜 如果没有教授技能的话 他除了月报外 没有一个种族技能式攻击技 这也是种族属性强的代价了 一群小变态 打完队内赛 石鱼开始带着他们下山 接下来 也该去全国赛看看情况了 如今这个队伍实力 虽然打霸主级才是参赛门槛的世界赛还有难度 去了就是送死 但是全国赛的话 应该可以屠杀吧 就像打宝宝杯一样 可以说这次队内赛就是全国赛的热身 希望一切能顺利